远雄董事長 周三再度親上母線 批評台北市長柯文哲 失策行堂 故意叼人不讓大巨蛋復工 市府稍後也做了回應 基本上不是開記者會的方式 可以解決大家對公安的疑慮 也不是用開記者會的方式 就可以把這個問題做解決 大巨蛋之所以會停工 是因為远雄沒有安徒施工 大巨蛋如果要復工 我想远雄比誰都還要去做 要清除復工的原因 條件跟方法 远雄在記者會也指控市府 沒有按照採購法的程序 甚至找了三名日本人來造假公安數據 市府也提出澄清 國外專家是三個法人 所以不是一個表案 是三個表案 趙騰雄有透露有第三方開出條件 希望大巨蛋能走向何以解約 確實外界有很多熱心人 一直想要幫远雄 或跟市府之間找出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案 所以在那天的會議當中 那我董事長本人就把這三個條件提出 但是市府的代表 其實在當場也就已經拒絕這樣的一個條件 解鈴還訓細鈴人 我們希望远雄巨蛋公司 還是把握到9月8號的時間 你們可以盡快的完成相關的審查 把大巨蛋的公安 恢復到大家可以接受的狀態 消防中心 台北報龍